好快啊 好刺激啊 消灭所有敌人 陪小星星要坐的100件是 开装甲车 出发 出发 装甲车和坦克都在前面 小星星很想过去体验一下 这个坦克开动了 绕一扔 怕不怕啊 不怕 这个只是模型 这是战狼基地最大的坦克 小欣欣上车 坐装甲车 哈喽 我们好像见过 上车 去年见过吗 先下来吧 好吧 我们先吃饭去吧 我们先去吃饭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午了 教官要吃午饭 然后餐厅都被已经安排好了 哈喽 你好 碰到小粉丝了 吃完午饭下午带大家体验装甲车 还有坦克 还有飞机 好 现在我们已经吃午饭回来 小欣欣说她要去体验这个 飞机 对 就是这架 歼20战斗机 爸爸抱 我是不是好爸爸 不说话 在下面 看到了吧 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歼20战斗机的模型 我们并没有办法到里面去 因为是被封死的 我们下去吧 好 抱紧了啊 嘿 好 OK 看 你妈妈跑到上面去了 你们两个是从这边上去了吧 是的 小心一点啊 这要小心一点啊 儿子啊 我来上去 不上 这家伙他一定要上去 不上 下来下来下来 这个太陡了 我们不上去了啊 安全第一 这个栏杆好细 知道吧 这个栏杆很细 一看就很危险 封起来 这个地方是不能攀爬的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装甲车要启动了 你要上车吗 小朋友 有 赶紧的 赶紧的 我要到上面来 我在上面打枪 小欣欣紧紧不紧张 不紧张 哈哈哈 出发了 坐稳扶好了 全速前进 哇 没有敌人 有一架飞机 飞机可能要空袭 坐稳扶好 要转弯了 啊 差点被甩下去了 好刺激啊 这边还有一个辽宁件 缩小版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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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所有敌人 好快哦 现在是第三圈了 儿子好不好玩 也好玩 小星星刚刚顺行 这段飞机是什么型号 有没有人知道的 都在开枪了 还要不要体验 还要啊 他没有点头 他是在躲动的 这是第四圈了 准备转弯 哇 转弯了 抓紧了 哎呦喂 好猛啊 倒车入库 OK 终于入库成功 一车童子兵下车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体验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家了 随不回家 不想回家 那你还想体验什么 开坦克要不要 那我们就跑一圈坦克 他点头了 坐好了 我就在旁边 做坦克 拖你的福 要不然我也做不了坦克 拖你的福 拖大家的福 好嘞 准备出发 记不记动 抓紧了抓紧了 出发了 这个就是坦克的视角 怕不怕 又是这个飞机 上面有个滑锁 好惬意 这个速度确实很慢 20码都不到 我们就跑一圈 OK马上到达终点 准备倒车入库 这是要开进去 小心一点 先小心 小心 3 2 OK 熄火了 准备下车 待会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坦克 这个坦克的全称是99A坦克 99A坦克 这个坦克前面有两个位置 这边是司机 这边是通信员 负责雷达 上面的士兵就可以控制大炮 还有各种武器的发射 但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支队伍 因为实际上真实的坦克里面 是可以装很多人的 不同的位置 负责不同的功能和职责 你们知道坦克的油箱在哪里吗 油箱是核心 在它肚子里面 你们想想 如果在真实的战场上 油箱被打到了 那肯定就是致命的危险 对不对 今天的装甲车和坦克 就带大家体验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在干啥 他鼻子不舒服 鼻子不舒服 拜拜